立法院今天審查陸海空軍懲罰法 修法的重點也是備受關注 明定官兵回過於禁閉期間 不納入議期計算 會延後退伍的日期 出現當不完的兵 國防部長邱國正表示 目的是讓軍人知道犯錯懲罰 避免軍人不在乎錯誤 針對國軍今年已經發生了 十六起十三死的自傷案件 邱國正強調會從多面向去瞭解 除了檢調介入 也會加派人力組成專案小組 調查原因 國防部強化部隊管理 但現行陸海空軍懲罰法 將近百年沒有改變 行政院提出修法版本 二十四號在立法院審查 草案包括調整懲罰行為 區分勤務上勤務外 也明定官兵回過於禁閉期間 不納入議期計算 會延後退伍日期 危機解讀一旦不斷犯錯受罰 會有當不完的兵 國防部長邱國正二十四號指出 修法避免軍人不在乎犯錯 此外國軍今年自上案件頻傳 短短四個月發生十六起十三死憾事 影響國軍形象 軍中管教是否不當浮上檯面 邱國正表示這上案大家都很遺憾 國軍會從兩面向瞭解 包括內部管教和外部債務 感情 經濟等因素 秉公處理 檢調也會介入 如果在營區裡面發生任何影響制裁的事情的話 這個檢調以外 它有一個專案小組人員 它可以由受難者家裡面的人來找人 這原因在哪裡取得一個公信率 至於台美強化軍事合作 美國眾議院通過軍援臺灣法案 包括回補原台軍備 指引對台軍事服務 教育及訓練 立委關切臺美磋商的進度 美軍能提供哪些軍事訓練 一直在談當中 甚至於它以後的項目有沒有什麼要改變 或者調整 這都是可以談論 針對共機日前擾臺 距離基隆僅41海里 外界分析 共機執飛總統府 只要五分鐘 恐採取斬送行動 國軍沒有預警時間因應 邱國正回應 國軍請監真就是避免這類事情發生 記者黃子傑張國良 台北報導